走 怎么了 你干嘛呀 鼻涕浆 你要我说几遍 不准叫我鼻涕江 行行行 我忘了 我保证 以后在你公司 我绝对不叫你鼻涕江 我拜托你摆清自己的位置 你现在不是幼儿园的毛老师了 你得叫我江总 行 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时的空档 客人的飞机延误了 你跟我走 干吗去呀 鼻涕江 对不起 对不起 江总 咱们去哪儿 包装你 包装完你以后呢 你就是我办公室的首席文秘总监 毛小姐 梅子毛 我们以后不再是同学了 行吗 好 不装搞坏 好 不装搞坏 租一下专机 五个人才要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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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马上回来 见面再说吧 好吗 好吗 先生 请尝尝我一线毛的咖啡 哦 谢谢 你是 雨果 没错 我叫雨果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毛蓉蓉说你是她小姑 蓉蓉是我嫂子 你有什么需要的服务吗 是这样 我想请你把毛蓉蓉 从头到脚都打造一遍 就是怎么漂亮 怎么大方 怎么端庄 怎么来 钱你不用担心 能花多少就花多少 你这里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行了 别管多少了 你今天就关门吧 专门为毛蓉蓉一个人服务就行了 我得先走 一会儿呢 我的财务会来给你结账的 交代完了 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也很高兴 毛蓉蓉就交给你了啊 要给我个惊喜好吗 好 没问题 好 拜拜 拜拜 娟儿 关门 好的 放狗 把楼上的那个纪念款和限量版 东东都拿下来啊 还有首饰 眼镜 包 通通给我拿来 欢迎出发明 毛小姐 恭喜您 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VIP客人了 现在我们就对您进行闭电式服务 所谓闭电式服务就是我们所有人 只伺候您一个人 江北方呢 怎么了 放心吧 她说了 把你交给我们 你 你跟货来一下 干吗呀 来 你到底有出事吗 你到底怎么不跟着呀 你们先到那边准备一下吧 是 来 什么衣服这么贵呀 我刚才看了一下价钱 就这件几万元呢 我看看 九千九百九十八 这衣服是不太合适 太不合适我了 你想买这么一件衣服 我在动物园能买上百件呢 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你 是因为这件衣服实在是太便宜了 你知道吗 顾客的要求就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我们必须满足你们的需要啊 你们老板说了 让我们打造你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打造 我告诉你 我接下来给你们准备的所有衣服 都是限量块 还会净两半 一扇都上好几万 这样的话才符合你一个 形带的身份 你没事吧 什么形带 形象代言人哪 你们公司这不是要上市了吗 你们老板都亲自来帮你挑衣服 重视啊 看 也就是说 这些钱通通公司的话 而且这些衣服通通自己了 那我也心疼了 我要那么多衣服干嘛 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他想能给我现金就好了 你们这能不能折线 大不了给你点提成 给你现金敢要吗 这有什么不敢要的 你不说形带吗 形带费 我自己还不能支配啊 我告诉你啊 我拿这些钱 我到那个动员 我买几件贵的 看不出来差很多 也就是你看不出来 我告诉你 衣服你不想要 一直都快想要了 你这个月业绩靠你了 努把力 今年的业绩都靠你了 你老板说了 让我给他一惊喜 不是惊喜吗 惊不死他 走嘞 来来来 毛小姐 行 行了 这样子都行了 别太狠了 你就放心吧 来 另外嘱咐你一句啊 女人有钱也很容易变坏 好了 把限量款和纪念版 都给毛小姐试一下 毛小姐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款型 都是我们的限量款和纪念版 全球都是限量发行的 也就是说 极少数的客户 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有没有水喝啊 咖啡也行 来点吧 咖啡 咖啡 está 咖啡 不摇 不摇 江总 有点意思 对了 杰西哥 江总 明天我们要陪客户去海南做商务考察 你的工作会有杰西哥交代给你的 明天你把毛茸茸要做的文件都带齐了 好的 江总 好 我知道了 回去准备吧 接着开会 感谢观看